我们现在来重温一下开挖和支撑的施工程序。 必须监察和衡量开挖工程对工地周边的影响,包括有沉降记录、倾斜度、地下水位的变化、震动的幅度。 尽可聘用独立测量师去配合工程师设计和无与属一切相关要求。 开挖施工的一切机械和工具必须有足够常规检查、验机及保养。 所有支撑材料必须符合工程师要求的标准和规格。 开挖工程所有设施程序都要考虑到对环境保护的一切影响,并且要成交管理计划书与工程师审批。 一切开挖施工步骤必须完全依照乌鱼署批准图和参考工地工程师意见做妥。 承建商及工友在施工之前必须经常注意工业安全及个人保护装备的重要。 开挖深度增加时,如需要抽水设施必须经工程师审批抽水方法。 无支撑开挖要确保泥土的斜度及稳定。 尤其要预防雨水侵蚀。 开挖和支撑必须互相配合,并且要根据正确的开线及水准为施工,切勿超挖。 所有支撑必须要以准确尺寸准备材料,切勿利用废料填塞虚位。 每次回填工序,材料和回填土面状况必须经工程师认可和监督指定测试。 在进行拆除支撑构建工序之前,要确保基础混凝土之相关永久结构,以达到足够强度。 拆除支撑构建步骤,也必须配合正确之回填水准位,切勿预先拆除未经工地工程师许可的任何支撑构建。 在建筑工序里所有的工序,其实都有很明确的指示和严格的规矩。 可是无论规条有多完善,最重要的是,每一个参与的单位和每一个人都要忠诚合作,质量才可以有所保证和进步。 齐心合理,上下一心,提高房屋的质量,为人为己,提供一个理想的家居。 这是我们建筑业每一个人的份内饰。